中華常有文教協會 中華常有文教協會 是國內中南部最大複合式的學習型組織 今天真的很高興能跟各位協會的幹部見面 非常非常歡迎大家到總統府來 今天在座的各位以及協會的大多數會員 都是來自社會各個領域 都是企業的高階主管 重要的意見領袖 大家藉著這個協會的平台 為社會做了很多的貢獻 像是這幾年來 中華常有文教協會跟台南市政府合作 舉辦了各類的公益活動 不但服務的對象很廣 包括兒童 婦女 身心障礙者 一般民眾及弱勢家庭 通通都有 大家同路的工作 從募資到開班授課 也是樣樣都來 因為各位的努力 讓參與者都能獲得所需要的幫助 有些人也因此學得一技之長 能夠接單手作工藝品 減輕生活上的經濟壓力 藉這個機會 我要謝謝大家的努力和付出 我上任以來有一個很重要的目標 就是要強化台灣的社會安全網 大家最近也應該都有注意到 我們完成修法 對虐童者 加重刑者 也加強對兒哨保護的措施 像是我們立法防止不適任人員在兒哨機構工作 在這個社會上要建立起一個安全網路 讓不分年齡的國民都能夠受到好的照顧 安居了 也除了從法治面著手 社會上的相互關懷跟支持的力量 也非常重要 因此 我要再次感謝大家 在政府資源有限的情況下 能夠貢獻自己的力量 也結合了各方的人力和資源 來幫助弱勢 扮演多元的活動 我們社會的目標是 在增進社會的幸福和永續發展 未來政府會持續跟大家一起來努力 我也祝福各位 恢復真正日上 吸引更多的人士一起加入行業 我要再次歡迎大家來訪 謝謝大家今天到總統府來 謝謝